穿著迷彩雨衣的國軍 從路邊撿起被催落在地面的樹枝 比較長的就折斷或採斷 再丟到垃圾車內 有的則是交給清潔隊人員 或是乾脆自己來 把樹枝通通丟上清潔車 也有人正在水溝裡 清理被樹枝堵塞的水溝 但情況太嚴重 即使兩個人還是無法拉出樹枝 只好用手慢慢挖 隨著杜蘇瑞颱風暴風圈 逐漸遠離台灣東半部 國軍第二作戰區 28號派出部隊 前往花蓮 繡林 玉嶺 以及台東陸野 海端等鄉鎮 協助水溝清淤和道路清潔 恢復交通順暢 積水能順利消退 清運枯枝落葉的 還有四三炮指部 炮營官兵 在高雄市鳥松區 協助地方政府災後復原 陸軍炮訓部 同樣派人進駐台南市雪甲區 協助當地清除斷裂入宿 即使一年一度的漢光演習 被颱風繳亂計畫 全台不少科目被迫取消 但國軍也立刻將部分任務 從操演轉成防災 展現救災 視同作戰 居民一體的精神 華社新聞就剛專政節綜合報導 哈囉 我是莊蕙琦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社新聞YouTube頻道